夏凌羊峳谷 我今天是在家 因为有很多时间 因为香港的疫情是很严重 我很多天都没有出街 我今天在家有很多时间 去看一些旧游历的相片 我发觉我这部影片 没有做到Youtube 其实一放这些影片 最主要是给自己的纪录 我自己游历的纪录 是很方便很容易自己看到 那我就去整理回去 也都很想推荐给大家 这个是去 如果你去开美国 road trip 在Arizona州那里 有很多世界著名的很多景点 National Park 这些峡谷 非常值得去的 我们这次选了去 Lower Antelope Canyon 其实这个凌羊峡谷 它是分上下两个独立的部分 但是它们距离交通 其实你开车都 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我们需要来这个Cairns Tour 我参加了这一间旅行社 叫Cairns Tour 因为你想参观这些峡谷 是必须由印第安人的土著去带队 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保护区 所有都是土著的印第安人做响道 带我们去看的 那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走几百米的沙泥路 大约20分钟左右 20分钟至30分钟 慢慢走 我们就走去这个峡谷的入口 好 我们去的时候 都是属于黄季 因为都是夏天的时间 你看有多少人 那我们去到那里 还要排队 因为它是分很多队 一队是20多人 在夏季的时间 分批下去 我知道冬季 冬季就不是那么多人来 因为那些光线问题 就是又冷了 如果在那时候来 我有朋友来过 他比较冬 就是冷一点的时间来 就很少人 不用排队 你直接walk in 都可以 不用去预早训 就六个人 就一队 我们那时候几年前去 就是33元 这个就是土著的印第安人 在那里 现在已经升到五六十元 现在要去 如果你是去 Upper Antelope Cannon 就更加贵一倍 因为那里是不可以自己开车去到 你一定要坐去那些 那些四驱车去的 那里是多些人去的 因为那里的路就比较平坦些 还有呢 那里就 他们那里的光线 看的那些岩 就是好些 的机会多些 所以是多些人去的 那里 但是美的呢 我听有很多人说 就是下凌羊峡谷 就更漂亮 所以我也是选了 去下凌羊峡谷 我们现在开始呢 就要下这个 铁的很长的楼梯下去 那大约都有成五十米深的 要下去地底那里 因为上凌羊峡谷 就是地面的 下凌羊峡谷 就是地底的 那大家看的东西就有点不同 那么 那到地底呢 我们也要走 一个凌小时 那但是 因为人多 那就 还有拍照是 我觉得很困难 因为呢 人多嘛 那里面是没有电灯的 全部都是靠自然的光 那通过一些岩层的之间 那些铁隙呢 是折射入去洞的里面那里 那在阳光底下呢 那由于那些沙岩的那些颜色不同 那和折射下来的那些光线呢 那又真是很漂亮的 那又是 那和呢 它是橙红色的那样 它真的这样可以拍出来很神奇啊 我自己觉得好像很假的那样 那和呢 那和呢 我又摸一下它那些墙呢 是很坚硬 和很滑正的 的 但是 唯一一个不好处呢 我们旺季的时候 就是光线漂亮 但是呢 那个导游呢 其实我们每个couple呢 他都介绍 这个位又像什么 那个位又像什么 就是一些石呢 那他都会和我们拍照的 那但是呢 我们每组人都只是和我们 最多都是拍两张照而已 拍完你就要走的了 那就要到第二个拍了 就像排队拍照那样 是我最不喜欢那种 排队拍照那样 那些人每个都向上去拍照 那些银石那些 很神奇 很壮观 很壮丽的 这些好像藝術品的景色 那我们又要走回楼梯的 就是 就是一路这样走上去的 那 但是如果你冬季来呢 我朋友来过呢 他就说六个人一组 下来那些 那个响道呢 哇 和他拍成二十多三十张 那些 就是哪个位漂亮的 慢慢拍到那些很漂亮的照 那所以 其实 又 也不会太冷了 就是那时候来 没有那么多人 我觉得是更加好玩的 好 那你看这些光线 如果射到 刚刚射到 是真的很漂亮的 那我希望下次 我真的很有兴趣 是想再来一次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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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特别的 那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 银谷 为什么会那么奇妙 那么神奇的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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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友的介绍呢 他说呢 因为是高原 那些暴雨呢 去引发到那些山虹 那就 就形成了 这些 这些 这些的山洞 是他的主要原因 那当然 亦都有风食 即是风的侵蜀 那他说 那些很喘急 即是有些季后节的时候 很大 暴雨 下来的时候呢 那些很喘急的水流呢 他就携带那些沙溺啊 沙石啊 那样的 那些沖力很大 那他就冲击下来 这些 就是因为有这些 纳隙 这些 这些缝隙那里呢 就加上千八年来的累积呢 就 就 将这些石头呢 冲拆成 现在这样了 那他打横打横 其实很多是 他说是 那些水积的边缘 这样去解释的 那是 非常之特别的 可惜呢 我们有些失望呢 他不让我们带个Selfie Stick 进来的 又不让带那些 那些 360 那些呢 不可以带进去的 那我们就在这里 那时候我的相机的装备 又不是很好 那拍了一些照 我就真的不是很满意 还有呢 我们有个小相机 但我们教错了个Mode 即是拍照的Mode 所以里面拍了一些照 很多时候都会很蒙 那来这里呢 那来这里呢 很多人都说是 夏天来是 漂亮一点的 那我有朋友 两个星期前来过呢 他就说 记住要戴帽啊 和要戴定个口罩啊 他因为呢 那些隙隙那里呢 如果遇到风 即是很大风 有很多风尘 那些沙 那些沙 沉 就会由上高 跌下来的 很厉害的 那我们很幸运 我们去到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些情况出现 我们就都很顺利地走 那我们边走边拍照 在这里就留下 很多很美丽的回忆 在那里 和朋友一起 很开心 那现在看回 我现在才拿来看 都很怀念啊 真的很想再去多一次啊 你们如果去美国 一定要来啊 就来这里啦 这里是非常值得推荐你们来的 明天也正记 未懂前波 也不懂命理 却可先知我们 同步注定了不起 令我不普通 变得坚毅无忌 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 因为你 因为你 情 tetap 他们也是 并不想会 的 也不想会 所拥有这些 情 一切 为我 提醒 和我 你是我將來不捨不得 我的明天創始你 抹揚天觀星 看星收日記 無問獅子相遇 前面有沒有驚喜 一早知道 幾多風趣如飛 活著也很快樂自尋到你 天有我的愛人 吸下永遠笑聲 並嘗對他變愛 天有我的愛人 又他不再覺得生命無奈感愛 我們在地底 走了一個多小時 走上來了 這個就是那個導遊 我們走上來 你看人們在一個很長的甲縫隙 我們每個人都捐上來 只有一個新位 在一個很長的裂縫隙 捐上來 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很特別 我真的覺得每個人就從這裡走上來 是一個挺好的旅遊體驗 所以如果你們去美國 路旅行 一定要來這裡 是非常好玩的 我真的很期待我下次可以再來 我們去完這裏之後 我們就會再開15分鐘的車程上去 就去一個叫做馬蹄灣 叫Horse Shoe 那裏 那裏又是一個很漂亮的景點 我會在第二套影片那裏 我會去再做這個紀錄 那就完成了我們今天很難忘一個很美麗 來和朋友一起來的旅程 來的旅程 再也不分幾地 有樂有風來 不捨不棄 會一味鐵也正義 你懂前波也不懂命理 卻可先知我們同步注定了不起 令我不普通變得堅毅無忌 幕後有一個最大原因 迷宮 鍾 steel 開始 發瘋 為人